奧運風潮讓大家開始重視體育 而且導入科技之後的運動科技市場 到2030年還有機會成長到1032億美元 而有鑑於此 工研院也開始著手研發相關系統 包括AI導入3D的虛擬融合 也可以來分析運動者的姿態 另外特殊的紡織原料 甚至穿上它還可以啟動電流刺激 增加運動的表現 台灣大概有5000億的運動科技產值 這業者未來不僅只是 在設備製造的一個模式下 能夠轉化成一個服務模式 讓這種運動能夠更普及到各階層上使用 這是全台第一座 國產自製的高球模擬器 在我的身邊有很多的智慧攝影鏡頭 立刻捕捉我打球的畫面 而在旁邊就立刻會有影像呈現出來 藉由AI分析人體運動的姿態 及時提供精準的體態分析 讓選手可以隨時做調整 這是工研院所開發的高擬真虛實互動模擬系統 畫面重現台灣高球場地 臨場感十足 我們有一個數位分身的一個技術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打球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自身的一個擊球的知識 跟回波 同時這個球打到這個虛擬球場裡面的時候 它也可以模擬真實球 在球場上的一個軌跡跟畫面 那透過這種室內球場的一個建制 能讓更多人可以喜歡打高爾夫 也不用在外面風吹日曬雨裡 去體驗到學習到高爾夫球的一個服務引擁 透過AI鏡頭的捕捉 能夠提供精準的擊球評估 還能客製化個人的訓練模式 除了投影螢幕 地貌地形也能隨時變動 逐漸增加難度 不用在大太陽底下打球 只要一個小房間 就能享受灰桿的樂趣 其實還能異地連線競賽 工研院派讓高球運動 朝全民娛樂發展 尤其像台灣的高爾夫球 球桿跟球 都是這個國際上 首區佔四大約80%的一個產業 那國內在高爾夫球模擬系統的部分 主要我們有很強的一個投影機的業者 跟所謂的ICT的整合的一個方案部分 那為什麼要投入這個部分呢 主要是希望能夠拓展這些業者 能夠跨業整合到運動科技上面 去做轉型升級的應用 又讓高爾夫球不再是金字塔 頂端遙不可及 而是人人都能參與的運動項目 其實在韓國 智慧高爾夫球館已經有超過七百間 而台灣目前正在起步中 以小規模場館為主 全球高達80%的高爾夫球具 都是由台灣製造擁有相當大的優勢 而除了高擬針虛實互動模擬系統 工研院所開發的多觸感擬針體感衣 能幫助選手運動修復 運動選手運動完之後 最重要的就是要放鬆肌肉 而現在有一項最新的秘密武器 就是這一件智慧衣 它可以幫助放鬆我的肌肉 這一件看似普通的上衣 秘密就藏在它使用特殊的印刷技術 將電漿電脊硬式在衣物上 結合低抽坡電療 只要連結手機APP 可以自己調整舒適的低抽坡微電刺激 舒緩疼痛 我想一般人在運動的時候 運動前他都希望能夠 Warm Up他的肌肉 避免運動手的肌肉受傷 那他都可以透過這種電刺激的方式 讓他的肌肉能夠緊縮 那第二部分在運動之後 他可能會有痠痛的問題 所以我們透過模組 跟低抽坡的方式 那這種轉應模不需要黏貼 那在運動過後 能夠做疼痛的舒緩 不需要像傳統的電療貼片必須接線 可以說是一件穿著走 舒緩肌肉的好幫手 這樣的轉應技術 也能硬是在護腰護手上面 而且能夠水洗 不怕造成陷入斷裂或老化 工研院這項發明 獲得美國CES2020 穿戴式科技類創新類的肯定 工研院積極發展各項運動科技 看準這塊市場前景可期 台灣的機會在什麼地方 大概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怎麼把優勢的產業 運動化 優勢產業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科系產業 知通訊產業運動化 那第二個是要把運動科技產業 科技化 運動產業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運動的器材 設備 這些怎麼加上智慧 還有ICT 讓它變成是科技化 這是我們兩個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勢 根據統計全球運動科技市場規模 2030年可達到1032億美元 而2020到2030年的年均複合成長率 為17.2% 而據工研院估計 國內有85%運動產值 約5300億的新台幣 來自運動設備製造 如果能效法歐美國家 多方展開運動服務 2030年產值 有望突破一兆新台幣 這是一個新興的成長 它是可以線上線下虛實的活動 比如說打高好服務球 我們並不一定要到了現場就可以打 我們可以在線上 撲棚 營友 就同時間你打 你在你家 我在我家 就一起到線上來活動 在台灣高科技的神助攻下 運動科技不僅能夠提高運動員的表現 一般民眾能夠有更多的運動體驗 這塊新興產業代表龐大嵐海 商機可騎